我愛翻尋味 我愛翻翻翻翻尋味 鏡頭帶你對付 看美食為愛襯衷 一開心一人都希望 開心一班人即刻到 我愛翻尋味,吃到漂亮漂亮 我愛翻尋味,稍加預賣你 大家好,我是丁丁 我是琪琪,今天陽光雨風真正好 很適合懶懶走 所以我們懶得過來台附近 那你不是吃我嗎? 真正懶,不是應該在家門口吃台 也不用回家嗎? 我們都要拿機器,不然電影我們 對,我還以為你想說 其實這裡也是我們家 當然,我們都是東山這邊 是,你在這裡出生,我們以前住在這裡 我們身份證,頭六個位都是一樣的 所以我們今天來到的是 陶金 這個地方就厲害了 是啊,聽說陶金 也是廣州潮流秘組 真的是秘組 這裡可以說是廣州最早可以接觸到 一些潮流文化和外來文化的地方 對,但其實在陶金這裡 在村街小康裡 都有很多寶藏店 對,這一塊衣食住行玩都齊了 我們今天一於就陶金 向左走,向右走 不如先… 向右吧? 向右走,向右走 陶金,一個聽起來耳頭很好的地名 它承載著多重的含意 廣州最早的CPD就是這裡 由於地理位置四通八達 地形創落有致 這裡既有高流淋淋的熱鬧繁華 也有衣衫磅水,黃中大正的青幽 來這邊未吃,確實需要陶金 到達了… 明明打算帶我回台吃飯堂 對,這是很困難的 不過當然不是 繼續轉遊 漂亮嗎? 漂亮 這裡一進來 我覺得整個心靈 立即靜止了 洗滴了 對,在陶金這個鬧市 有一個庭院 可以進去 讓你感覺很舒服 嘩,原來食材也這麼豐富 你看食材也很賞心願目 顏色也很漂亮 他們來自五湖四海 綠貝菜,來自朝關 蘇米仔也很厲害 廣西 這個祝生是貴州的 這個紫色的淮山 是江西 金耳 雲藍 這個更厲害 這個是筍來的 是 它是來自四川的 還有一個很漂亮的 丁麒麟蘿蔔 嘩 即是選用當地最出名的食材 是 另外,它的金湯也是很特別的 金湯是什麼 金湯裡面是放牛磅 牛磅 很少有 對 一聞下去,我聞到牛磅的清香 難道你聞不到我面前的 這鍋嗎 這鍋的冬蔭公也很特別 因為冬蔭公是沒有放蝦的 但也有冬蔭公的湯味 等它煮的過程中 當然要先 市市面前的這個 猴頭菇扒 它還要配上黑椒汁 它這個是新鮮的猴頭菇做的 對,我切下去覺得它很彈 彈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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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彈 對 再配上黑椒汁 你會吃到 真的有那種肉的味道 吃齋都可以滿足到 吃肉獸的 那些體驗感 好吃好吃 即是外面吃不到 是不是給我的 來,先煮一塊金耳吃 我猶住你的金耳很久了 金耳也是很少地方可以吃得到 而且它比較貴節性 我吃到浮皮和豬皮的味道 沒有它那麼膩 沒有豬皮那麼膩 但它的口感呢 是有點餓餓的 對 其實它真的不用點醬 它也有味 證明我湯底很足夭 對 很香 我很好奇 這個素貢丸裡面 有蠻鹿的味道 你看 是不是冬菇 冬菇味 我喜歡 我們用這個 有冬菇 為什麼 豬肉味 好神奇 但它一定是齋的 因為它這裡是吃全齋的 即是說蛋、奶 它都沒有 所以它一定是齋的 以後是不用買冬菇那麼遠 直接在這裡吃也可以 那你要努力賺多點錢 那這裡又不太貴 一個套餐兩人份的 就是268 另外我還可以單點 好像我們多點一個鍋底 就是零加58 其實每一份都是十多元 二十多元 你那個泡飯 就現撈汁就可以吃了 對 直接撈這個金湯 那我也試一下用這個 公陰公湯 撈這個粉 上面這兩個是素魷魚的 看起來的樣子好像燒魷魚 是嗎? 是呀 紅包菇 還有檸檬葉的點綴之後 哇!很清香 我想說 我這個泡飯 有一些脆米的脆脆 然後有本身米 都吸收了湯汁 然後另外一些菇粒 爽口 再加一點香菜 帶點清香 哇!它幾種一起一幅盒 真的不得了 通常就是中午飯 上班日 一定是吃到趕頭趕命 沒想過可以吃到一個這麼放鬆的晚飯 是呀 吃吃看看個小時 咦? 3點3下午茶 咦?它就飆在那裡 那是時候準備一些醒神的東西了? 是呀 準備好了嗎? 當然準備好了 我要吃一些 凍冰冰的時候 還要吃甜品 雪糕 所以你的願望是吃雪糕 好!滿足你 在哪裏? 在我媽那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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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嘩! 好多口味啊 我吃它的雪糕很久 有開心果 然後你有沒有看到那裏 有米飯味 我想試一下這個叫夢幻 你吃完之後有沒有醒 很夢幻 謝謝 它還黏得緊 挺有黏性的 坐一頭 啊! 坐一頭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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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吃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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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搞錯了 再來 雖然它已經很醜 但是我相信它依然很好吃 我以為要去偷牠拉絲 很黏稠 很滑 很濃 裡面有果仁 裡面覺得是巧克力脆脆 脆脆來的嗎? 那我們試試第二層 試試米味 對 用米做的 為什麼米裡面有點硬的 就是米 你不是也是把米進去嗎 生米還是熟米 我猜 我猜 因為炸完之後有點粉 開心果 薯莓我也很喜歡 雪巴來說 這個薯莓算黏稠 你這麼怕酸 你怕不怕牠呢? 吃完那口的感覺 好像喝了一個奶色 喝了一個開心果奶色 店員告訴我們 傳統的土耳其雪糕 是用蘭花勁粉加山羊奶製作而成 為什麼這裡的雪糕特別絲滑和濃稠 就是牠的功勞 說明是餡茶吧 不如我們弄一盒茶來喝吧 我點了這個 是蘭京粉 只有冬季才有的 這是什麼粉? 真的是蘭京粉 這樣灑下去 肉桂 這個肉桂粉 再加一點果仁 很有趣 它是像糊狀 即是裡面的飲品是糊狀 有點像燕麥 很適合你 這麼養生 這個很有儀式感 嘩 嘩 是一塊餅 然後這裡是要淋糖漿的 看看還要不要拉絲 嘩 嘩 真的拉絲 好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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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裡面的芝士 嘩 嘩 芝士紅是不是很開心 嗯 很好 味有趣 嗯 嘩 表皮很焦脆 然後那些絲 真的做得很幼細 是 然後它煎爐 火候剛剛好 有些焦糖 焦焦地口 嗯 但是不燙 這個就是煎卜咖啡 對 來乾杯 耶 耶 嘩 雙方龍 我現在整個嘴都是渣 那另外呢 就是因為我點了一杯這個土耳其茶 是 它是沒有味的 它只是塗香味而已 但是它擺盤很漂亮 所以當你吃完這些很甜的東西的時候 你就可以清一清的味道 再去品嘗下一道的甜品 嘩 你看這個雪糕包糊 這個要趁凍吃 對啦 趁凍吃 喔 泡皮 那上面那些朱古力和果仁 都是DIY的 我剛才 我是先吃到雪糕的那個綿滑 還有凍感的 然後就咬到朱古力的脆皮 和果仁的那種層次感出來 然後最後才是感受到 泡芙那層皮 這層皮 其實它不像我們平時外面 吃到的泡芙那麼泡 它也挺有口感 挺實正的那種 但是又不是硬的 所以幾種不同的口感 在不同層次 雖然是甜 但也甜出了不同的層次感 嗯 那給我印象最深刻呢 就是它的朱古力醬包完之後 凍了之後 變成了脆皮 嗯 這個在其他地方真的吃不到 嗯 不是你帶我過來吧 我也不知道 原來有這麼有二國風情的地方 就是走進來之後 嗯 還有這麼多東西要玩 而且你會感受到 身邊的風圍 很好 哇 我們成功完這裡之後 我們繼續走這條桃金 剛好我們就是向右走 是 那接下來我們就一起向左走 GO 入夜的淘金不單止沒有安靜下來 而是在多枝多彩的偶爾 在偶爾之下 變得動感 活力了起來 來這邊賺食的人群 有些是歡聲笑語的輕鬆玩鐘 而有些就是擁抱浪漫 對聚會充滿期待 那在淘金的這一邊呢 一排一排一排 有很多這樣的商店 尤其是醫食住行玩養養齋 是啊 那這裏有一間很特別的咖啡店 是啊 我聽過它的LINE是很厲害的 而且我也很應景 咦就是這裏 嗯 它也開得很晚 現在天下落 哦 那些人在白天就會喝咖啡 提神嘛 晚上就賺點小酒 就是那些叫做日蝦夜酒 現在都好聽的 是啊 我們想要兩個拉花樓 一個拉龍 一個拉馬馬 龍馬精神 對了 龍馬精神 它這裏是金屬風 整個格屬風 對啊 很高冷 但是入到這裡很暖 哈哈哈 哇 它的拉花是很厲害的 就是 平時我們看到拉個心 或者拉一棵樹 已經覺得很厲害了 嗯 它想不到連有龍都可以拉到 對啊 所以是專門要來這裡打卡的 嗯 嗯 哇 很香啊 聞到它的豆 嗯 你這麼下苦 你能否接受得到 我覺得可以 很綿滑 嗯 它的奶香味也挺濃的 是啊 那這個拉花也很有學運 我也學了很久了 是嗎 學到嗎 學不到 所以只可以過來喝 就是拉得到 但是沒有那麼濃稠和綿滑 嗯 它這裏的拉花 是不斷地拿到不同的掌握 因為它會去不同的國家 去到比賽 是 而且聽說 它自己本身也是比賽的一個評委 沒想過在這麼小的門面的店裡 都穩坐著這麼大的寶藏 高手在民間 哈哈哈哈 那我們 夜媽媽都來打卡龍馬精神 那我們一定有下一站晚飯的 對不對 來看晚飯的話 當然不要讓它停了 我們又在一些特別的地方 吃點晚飯 我們要找回一個 同樣都是火車山洞的地方 火車山洞 好啦 一起穿越一下 它也是淘金的地標 來的 如今的淘金雙圈發展越來越大 但是在土生土長廣州人的印象裡面 我們現在身處的才是真正的淘金 來到剛才說到的淘金的打卡地標 是 它就是火車山洞橋 哇 我們有空 也可以在這裡欣賞一下火車 在上面那個不停穿上 但是還有公交車這樣出來 有一種壓迫感 然後有一種視覺的衝擊 我們今晚去吃飯那裡 我們直接可以在天台 可以有機會看到火車在我們腳下經過 看來下一站是天台雞煲的 唉真的我們適逢天台雞煲老闆東煮遊戲 對呀 就錯過了一個吃雞煲的黃金時間 對呀 在這個時候我們還是算吧 決定 不如找其他食物吧 轉場 找食的道路上哪有百分之一百情深如意 這次吃不到就留一點遺憾 給客人一次一點機會 哇 走得好漂亮 我們還是回來淘金最核心的位置找食 看一看個鐘 九點多了 對呀 真的九點多了 對呀 也不覺得餓 我餓得飛起呀 真的嗎 聞到香味嗎 聽到嗎 好熱鬧 好餓 我們跟著聲音去找食物 好啊好啊 好熱鬧 快來吧 哇 香噴噴的 黏黏黏 是啊 對了就是炭佬的牛雜煲 這個牛雜煲 我發現原來不是那些食物好做的 它是有很多款式給你去配配的 有牛腩牛筋 豬腸牛腸 牛肥牛肚 牛腿牛腿 牛軟骨 牛耳朵牛肚 還有豬手 新鮮 現做 自己倒閉 然後再燜 剛才是偶遇了老闆娘 也是偷了屍的 他說很多很多道工序 從入貨回來到飛水 飛水還會下黃起葉 哇你真是猜不到 所以為什麼它叫飛維呢 它申請飛維 哦 那它的湯底也是很特別的 湯底厲害 對 它就有些藥材在這裡 因為平時我們吃牛腩煲 就會比較燥熱 會怕的 會怕的 對 它因為有些藥材 裡面可能有包括羅漢果 等等這些藥材 甘草 對 它就會中和了它的醋 我們吃下去都不會上火 趁它在燜的時候 我們試一下這個鑼長魚皮 哇 你是累的 我上升很久了 正 哇 脆到花了 嗯很脆 它很香的魚味 嗯 它脆到我聽不到自己說話 你聽不到我說話嗎 哈哈哈哈 應該可以吃的了 當然 哇 很大的 這個是牛肺 對 牛肺 我要先吃這個牛肝 哦 脆脆脆 哇 你很喜歡吃QQ糖的 你快試一下牛肝 你試過 可以吃到又軟又彈的那種 符合感覺 不需要蘸任何的醬汁 嗯 它的醬香味都是很濃的 雖然說是弱線湯底 但是吃不出中藥的味道 我感覺到它的湯底是溫和舒服的 是的 我自己有些金麵 我想喝好一種的感覺 嗯 真的 這些肺很考功夫 雖然不是到處都可以吃 很棒 很棒 快點燜到牛肝 哇 這個肺也很有味道 裡面真的很甜 嗯 這個就是 鑊腸粉 嗯 它真的是純米漿 滾下去要很快就吃了 不然就會散了 哦 好滑哦 我覺得只用腩汁 鑊腸粉也夠了 它是很有米香味 嗯 好滑 真的純米 因為它沒有添加任何的東西 這一餐真的沒有滿足 雖然我們今天有點遺憾 是 錯過了一些火車經過 吃雞煲 是 但是我們又感受到 淘金的另一面 對吧 就算你辛苦了一天 很晚錯過了飯點 但是一樣可以在這裡 找到你的快樂和滿足 玩具煙火味 由街頭吃到行味 下期見 拜拜 吃飯了 真的是吃飯了 可以